哇 哇 裸上她了 哇 哇 哇 给你们拿着 哇 掉下来 这是狗粮吗 怎么样 你觉得她刚刚游戏表现还好吗 给她打八分嘛 她知道你喜欢她吗 她肯定知道啊 对她都那么好了 你对施宇有好感吗 是有的 但是我们差太多了 你觉得今天她会接受你的告白吗 我觉得应该会吧 毕竟我这样的 女孩子谁可以拒绝呢 你们平时一般都在哪里见面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是我开车去我爸学校的楼盘 当时她在收楼部之前 给她买了奶茶 因为杭州天真的太热了 我感觉她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那男生你是喜欢喝那些小东西的吗 其实我是比较讨厌喝甜的 但是是试语满的 我每次我还都喝了 哦 好了 那接下来是这样子 我们节目呢 是有安排一个转身环节 现在呢 请两位各转90度背靠背 也不用贴这么紧啦 那我等一下呢会数五秒钟哦 想跟对方交往的话 那就转过身 并且给对方一个拥抱 不想的话就可以直接走掉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OK 那我开始哦 五 三 二 一 夏宇 夏宇 从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挺喜欢你的 我真的很想很想跟你在一起 对不起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为什么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物质根本不是在一起的唯一要求 唯一标准 这些都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你知道吗 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是一盘散沙 我一个工资五千加上奖金五千二 你买一个衣服 你买一个衣服 都提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可是我不需要你给我买衣服 我想让你活得轻松一点 我只需要你陪着我就行了 我们不合适 诗语 那你喜欢我吗 我喜欢你 但是我不合适 你喜欢我就好了呀 你别这样 诗语 你喜欢我就好了呀 张诗语 你在干嘛 董事长 不不敬 这些东西 最好 摆不得 闭嘴 谢谢观看